在美丽的艺术椅上休息好了吗? 现在看到的是12号作品《乌托邦路生态宝岛》 在七十里市公园一带曾举办过孩子们边参观西规浦生态学习馆的每一角落 边和作家一起创建西规浦新生态宝岛的活动 通过生态美术教育 孩子们亲手制作的作品和将冀州岛的面貌形象化的作品诞生为西规浦生态宝岛 看完孩子们精巧作品后 沿着左边的林间小路走几步就会到达可以眺望西规浦港和鸟岛的鸟岛展望台 在被树从环绕的展望台上稍逝休息后 离开七十里市公园走下通往天地渊瀑布停车场的台阶 就会到达西规浦港 下一件作品就在天地渊瀑布入口处桥对面的乡村小道等候大家的光临 和西规浦港和鸟共环络 呜